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7年曾发生落石杂车酿一死悲剧 为此 县政府于该地架设全国第一座拦截落石网 近期玩具并进行测试 1.1公吨铁球从防护网上15公尺处垂直落下 而防护网完全吸收落石能量 测试结果相当成功 当初大家都建议用这个冰隧道 因为冰隧道它要有基础工程 旁边就是浴道 如果用冰隧道做下去的话 会防害水流 经过专家还有我们工程会 大家一起来勘察 认为用防护网是比较可行 这样一个拦截的热石网 实验的结果非常的成功 那么也是全国第一个热石网来做实验 给大家来观摩 一隧道它需要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隔凉防护 这个也是一个需要用到钢琴粉丝土模板 的这些传统的一些材料的工法 那另外就是削边坡 削边坡碰浆粉丝土 都会影响到环境的生态 柔性防护是做三级崩塌落石的一个 非常有效的手段 欧洲大陆还是日本的话 我们都是做实验室实验 做这种原位实验 这是还是世界上第一次这样的实验 很有意义 所以我从大陆赶过来 专门来看这一场实验 第一个民粹到它所需要的实验很久 可能从现在开始施工 到完工要花它两年的时间 这两年交通是没办法通行的 第二个就是受到地形的限制 因为有地毛的关系 还有悬壁的关系 它这个地方基础是没办法开外 此次施工采用柔性被动消能网 该网具备延展性 可吸收落实能量 石头掉落后将网子复原 就可继续使用 大家都有看过 那个航空母舰上 那个战机下降的情形 就是靠那个缆绳 它的消能机制 把那个战斗机把它拉下来 我们这个落石防护网原理 其实跟那个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它能够把那个落石把它拦截下来 那这种防护的好处是 不需要大量的开挖 以及利用混凝土来做一些防护的工程 它对于生态保护有很大的帮助 舍弃传统防堵的民隧道做法 改施作落石拦截网 因地方对其功效存疑 于是进行原味落石拦截试验 增强用路人信心 国内其实上以前也有做一些防落石网 可是呢不能够确认 它到底能防护的能力多少 那这套石癌料呢 事实上是在国外也有试验过了 那都有做过很严格的一个检验 它确实可以防护到 相当大的一个落石的一个能力 在这个防护台湾一直采用的方式 包括主动被动都有做 那这一次这种抛西能式的被动防护 比较少 那目前今天我们在县址去做这个 整个一个现场试验 也是台湾一个首例 我想这是一个创举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技术 既是在往前进 如果一个石头这么大 从上面掉下来 它有重力加湿度 它砸到车子的时候 就可能把车子砸穿 那如果经过这边销能以后 它就有办法 就是说让石头在那边 然后以后我们再把它拿下来 南投131线道是连接埔里 渔池和水里香往来的重要道路 现在有了落石防护网 为往来车辆的驾驶 提供了十分安心的保障 因为我们在这个落石地区 施工的期间尽量能缩短 就可以保障我们施工者的安全 所以在相同的保护用路人的安全 条件等级上面呢 我们是采用被动式的落石房子 是适当的 目前来讲我们协会希望就是说 能够把这些国外已经行之有年了 可是在台湾因为受限很多的条件 所以没办法引进来的一些材料跟工法呢 能够来大力来推行 让政府单位来重视说 在民间机构里头 其实还有我们很多的工程师 在为环境 这一块环境大家在努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